各位,今天這條影片有百多個留言 我在影片中問大家 這個黃絲坐了三年零九個月牢 現在是黑食,幫不幫他呢? 那些朋友留下很多留言,百多個 我想說說我的感覺 大家都不願意幫這個人 這是我看到的普遍現象 很明顯顯示到很多我們香港人 對當年2019年所發生的事 今天還是非常痛恨 這個人坐完牢 我們未曾減低我們當時所感受到的感覺 所以是不願意幫他 但也有很多朋友指出 就是根本呢 他出獄的時候 那個監獄方面那些人 應該告訴他 出獄之後是有繼續服務的 可以去福利署尋求服務的 而他自己說自己 父母已經搬了不讓他知道他在哪裏 換句話說 他是連父母都放棄的 我經常覺得社會不應該放棄他 但是他自己本身如果靠黑食也不是辦法 有朋友指出 你肯去做一下多垃圾 送一下外賣 你其實要飽餐不是問題 現在他面對可以做的事 就是聯絡福利署 嘗試找個地方給他 可以妻生 然後找份工作 好好地生活下去 然後呢 如果他真是後悔的話 以後不要再犯任何事 好好地 在香港好 在哪裡好 繼續努力生活 只是當他真真正正顯示到 他能夠有獨立的思想 再不會犯以後的事 他父母 將會放在他身邊 我絕對相信沒有父母 是願意放棄自己的子女 要放棄 必然是很傷心 和逼不得已 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要做的事 就是表示出自己的悔意 和決心 真是好好地做人 我們看看他怎樣 作為個人來說 我都在片中說了 我自己本身作為個人來說 是不會幫他的 但同一個時間 我覺得 香港的政府 福利處 是可以幫他 一個正常的途徑 暫時給他找個地方可以棄身 然後安排他工作 香港黑食是犯法的 所以當警察見到時 就會轉介他去福利處 有些朋友說 老葉 你不是說中國沒有黑衣嗎 不是這個黑衣 中國大陸入面 黑衣應該基本上是沒有 當然 14億人 這麼大的國家 你說絕對沒有 當然不是 但是 我說的 在大部分的情況下 有需要的人士 是有適當的服務 使他們可以過日子 這是我真心相信 在中國會有這件事 所以如果中國是有黑衣的話 這個人一定是外地來的 因為我們自己現在 在自己的村裏 是應該可以尋求到一定的生活支持 記得我們在十兩二十年前 中國勾開放的時候 大量的農民工 將子女留在鄉村裏面 自己去到工廠打工 這些留後兒童在村裏面 雖然是很辛苦 不用問的 這個不是一個好事 而跟父母長大是很正常的事 而是被迫不可以這樣做 這個不是一個好事 但是我們知道 在中國發生過這樣的事 因為當時 有很多人需要離鄉別井 去到外地 外地不是只離開中國 或者去到廣州或者沿海地方 找工作一年 或者幾年 燒回鄉下一次兩次 而這些留守兒童在鄉下是有的 但這個日子已經過了 現在中國開始 將經濟向內陸向西面推過去 這些現象 你說絕對零 我不相信 但是 多不多呢 我很相信是很少 所以 當我和大家說 中國沒有什麼乞丐 沒有乞丐 我這個不是絕對 是指一般來說 中國應該是沒有乞丐的 香港有沒有呢 有 我在香港的時候見過 香港是不是中國地方 是 但是 足字失色 我說的中國 大家知道 是指 我們的中國 中國大陸 在香港 中國的土地裏 其中有三個很特別的地區 一個是台灣省 一個是香港 另一個是澳門 香港和澳門 是一國兩制 是獨立的 故此 在中國大陸裏面的政策 是不需要在香港或者澳洲 或者澳門執行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 在香港或者澳門 有乞丐 不出奇 絕對不出奇 台灣有沒有 我很相信 在世界其他地方有沒有 我很相信 一定有 但是 多少是一個問題 絕對令 很難 但是如果有乞丐的話 好像現在這個情況 那些公務員 看到 我想是有義務 將這件事反映去 適當我部門 讓這件事 可以好好地解決 這個正確做法 我很希望 就一樣了 犯過事 坐牢 但是 當時 整個氣氛 導致很多人 都未曾能夠釋懷 包括我坐牢 所以 我不會幫他 但是 我不排除 政府 向他伸出本手